国庆连续假期第三天,刚刚稍早晚间九时许在西部滨海,快速公路台六十一线高架桥,下方的新北市巴里区平面路段北向车道,发生一起休旅车自撞翻覆车祸,由于车头严重变形毁损,温静驾驶一家四口人均受伤,事发地点没有路征,非常黑暗,当时刚好有重机骑士路过,连忙报案并协助, 将三名乘客救出车外,但驾驶座扭曲变形,巴里消防分队人员使用破坏器材救出,55岁温姓驾驶员他已经失去生命迹象,由车护车将他与双手左脚擦伤,颈部疼痛的22岁儿子一起送到淡水马歇医院,44岁赖沁妻子胸口被安全带肋伤,左眼肿胀,17岁,四子右手, 左脚撕裂伤,由车送北市荣民总医院,消防队员正在协助受困的驾驶人脱困,记者林昭章翻设,分享 消防队员正在协助受困的驾驶人脱困,记者林昭章翻设,分享 消雨车车头几乎全会,记者林昭章翻设,分享